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妙的明星组合 在第一期中 这档节目呈现出一场令人瞠目结舌的大咖盛宴 姐姐们在暗戳戳的背后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 而哥哥们则不甘示弱地玩起了职场戏码 这样鲜明的性格碰撞让整个节目充满了看点 尤其是 让人拍暗叫觉得是生生不息第三季的大佬阵容 包括了韩红 孙楠 毛阿敏 黄启山 谭维维等等 这个阵容不仅堪称综艺节目的奢侈品 更是给华语乐坛添了一把热辣的辣椒 周深 综艺老手遭遇尴尬 这 最让人意外的是综艺老手周深竟然在节目中遭遇到了一些尴尬 虽然他在唱功上被公认为一位实力唱将 但在大佬们的碰撞面前 他却显得有些局促 首次亮相 周深与汪苏龙一同站在舞台上 却面临着困扰 在一众大咖寒暄的同时 他们两个瑟瑟发抖 似乎想说话却无从开口 别见 周深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实力唱将 既要应对老前辈的不习惯 又不能在面对年轻人时言语过多 真是身不由己 更为出人意料的是 当汪苏龙试图引起韩红注意时 却被冷落 韩红对他们的出现似乎没有太多的反应 甚至没有眼神交流 这让人不禁对韩红的冷淡产生疑惑 争其斗艳 汪苏龙与周深的轻松互动 尽管遇到了周深的尴尬时刻 汪苏龙却展现了出色的综艺表现 两人尝试通过幽默的调侃和夸张的表达来化解尴尬氛围 场面瞬间轻松起来 孙楠 韩红老师 你们知道周深是能发出数千人报名之声吗 汪苏龙调皮地问道 韩红立刻回应 啊 什么意思啊 两人随即开始倒游 逗得在场的明星和观众捧腹大笑 这啊 当谈及汪苏龙手握移一家收藏总量时 韩红却显得格外严肃 他似乎只听到了周深将华语乐坛带上了一个新高度 对于汪苏龙的夸张陈述全然无视 尴尬时刻 韩红的不友善举止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韩红在杯子洗涤环节再度展现了一副不友善的一面 在节目组准备好的杯子面前 他大声喊道 杯子里面都不干净 这样的举止不禁让人感到震惊 明星之间的互动竟然出现了如此尴尬的一幕 当周深接过杯子时 韩红的表情愈发严肃 仿佛在指责一个服务员 这种毫无礼貌的态度让人感到不适 尤其是在一个明星们聚集的综艺节目中 礼貌施范 韩红对待杯子的霸道态度 更为让人震惊的是 韩红不仅在表达自己对杯子的不满时丧失了基本的礼貌 而且在周深等人正在为他洗杯子时 他的表现更加令人匪夷所思 王兴林报韩红真实人品 陈楚生的点评却一针见血 音乐界的风云变幻 艺人间的合作与互动也成为娱乐圈一大亮点 最近 一场名为生生不息嘉年华的迷你演唱会再次将焦点聚集在了两位实力派女歌手韩红与王兴林身上 在这场充满音乐化学反应的演唱会中 王兴林曝光了对韩红真实人品的看法 而陈楚生的点评更是一针见血 首先 演唱会中你对五朵金花的排兵部阵影发了观众的热议 通过精心设计的舞台表演 女歌手们以独特的方式呈现出音乐的美妙 特别是韩红与王兴林的组合 以花朵元素贯穿整个节目 使演唱会更具观赏性和艺术性 这样的舞台设计不仅为观众带来了视听的享受 同时也凸显了艺人们的专业素养和团队协作能力 在演唱会中 韩红与王兴林的合作表现尤为亮眼 特别是在改编的那些花儿中 两位歌手的默契配合引起了观众的共鸣 王兴林坦言与韩红搭档获益良多 两人的声音穿透力强 成功感染了台下听众 这种音乐合作不仅体现了专业的演唱技巧 更传递了艺人间的默契和友谊 为观众呈现了一场感人至深的音乐盛宴 而王兴林对韩红真实人品的曝光 也成为演唱会的一大看点 他称赞韩红不勉强自己 有趣且温暖 成为能够搞定老大的人 这种真挚的夸赞不仅表现了艺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和认可 更让观众更多地看到了韩红作为艺人和个体的真实一面 在娱乐圈中 虚假的言辞和炒作层出不穷 而这样的真挚表态无疑让整个演唱会更显真实和感人 这 陈楚生的点评为整场演唱会增添了一份深度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韩红与王兴林的出色表现 同时也提到了韩红在音乐上的坚持和对自己风格的认知 这样的点评不仅从专业的角度赞扬了两位歌手的演唱实力 更引发了对音乐创作、风格与坚持的思考 在娱乐圈的追逐潮流和商业利益的压力下 艺人是否能够坚持自己的音乐风格 保持真实的表达 成为了一种值得思考的议题 在演唱会中 王兴林还劝动韩红参加下一季的《乘风破浪》 这也引发了关于综艺节目与音乐人发展之间关系的热议 他的嗓音在歌曲的高潮处与汪苏龙和周深的和声交织 犹如音乐的狂欢 这一瞬间他似乎忘却了自己的身份 只是一个追求音乐的灵魂 当歌曲走向尾声 舞台上的欢快氛围瞬间凝固 观众们期待的掌声似乎略显沉默 仿佛等待着一场更大的转变 韩红站在舞台上 目光如炬 似乎看穿了每一个观众的心思 在这个关键的瞬间 他突然走向汪苏龙和周深 以一种令人意外的方式拥抱了他们 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令观众们愣住了片刻 然后爆发出更加热烈的掌声 舞台上的紧张氛围被这个简单而真挚的动作瞬间打破 仿佛一场魔法降临 韩红的眼神中闪烁着一丝释然 他仿佛找到了失落已久的东西 而这一夜 也成为了他音乐生涯中一个新的起点 汪苏龙和周深与韩红的合影成为这个夜晚的绝妙收尾 观众们在这场音乐之旅中 不仅仅见证了实力派歌手的交流与碰撞 更感受到了音乐所能带来的力量 这一夜生生不息似乎找到了平衡 音乐的魅力让不同风格的歌手在舞台上融洽共生 这个转折的瞬间成为了节目的巅峰 也让观众们对未来的生生不息充满了期待 而在韩红的眼中 或许是一种重新找回的自由 让他重新审视了音乐 人生 以及那些被深埋的情感 这一季的生生不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而在这个音乐之夜的背后 是歌手们在音符交织中找到的共鸣和和谐 韩红走下舞台 他的脸上带着一抹微笑 似乎是怀了心中的重负 汪苏龙和周深泽在舞台上留下了欢笑的足迹 他们的幽默和热情成为了这个音乐盛宴中一道靓丽的风景 观众们沐浴在掌声和欢呼中 他们的心灵在这场音乐的饕餐宴席中得到了滋养 社交媒体上 关于这场音乐节目的热议不绝于耳 观众们纷纷表达对这个夜晚的感激与赞美 而对于韩红来说 这或许是他重新找回的音乐之路 也是他与年轻一代歌手之间搭建的一座桥梁 他的音乐不再是孤独的旋律 而是与其他歌手共同奏响的交响乐章 综艺节目作为一种推动艺人曝光和提升知名度的平台 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推动音乐人的事业发展 这艺人是否应该参与综艺节目 如何在节目中展示真实的一面 以及综艺与音乐创作之间的平衡问题 都是值得探讨的话题 综合来看 声声不息嘉年华演唱会不仅是一场音乐的盛宴 更是艺人之间默契合作 真挚友谊以及音乐才华的展示 通过观看这样的演唱会 不仅让观众感受到了音乐的魅力 也引发了对娱乐圈内外种种议题的思考 在音乐的海洋中 艺人们或携手合作 或独树一帜 共同谱写着属于自己的旋律 最终 观众可以从中找到共鸣 感受到音乐所带来的愉悦与震撼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 您的视频就表示 大ído的观众 有点减资讯尽在数个超能力 大启尽尽在数个超能力 大启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回向户 大启尽尽在数个超能力 在数个超能力 大启尽尽在数个超能力 大启尽尽在数个超能力